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等候 等候什么呢 等候圣灵的降临 当圣灵降临的时候 门徒们得到能力 他们就开始为主做最美的见证 那么彼得开始讲他的第一篇道 那时候教会开始成立 在《使徒经》上的第二章 我们看到当彼得讲到 他讲到耶稣就是基督 你们定在十架上 那位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 这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 耶稣就是基督 然后彼得就呼召 彼得就呼召 呼召的时候就有三千人受洗 信主 教会成立 第一间 有人类历史以来的第一间教会 叫做耶路撒冷的教会 那耶路撒冷教的特点 就是彼此相爱 同心合一 他们的特点 他们是内造型的教会 内造型的教会 来我们看这个教会 于是领受 他的画的人就受了洗 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 我们一起来多好不好 一起来 于是领受他画的人就受了洗 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 都横切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掰饼祈祷 众人都惧怕 使徒又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 信的人都在一处 繁物公用 并且卖了田产家业 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他们天天同心合一 横切的在店里 且在家中掰饼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赞美神的众民的喜爱 主将得救的人 天天嫁给他们 这初代教会的聚会的情况 很重要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天天的 同心合一的 在店里 因为那时候 基督徒大多都是犹太人 他们又在店里聚会的习惯 那后来犹太教 跟基督教彻底的决裂 把他们赶出去 不许他们在店里边 那他们也在家里边 他们所做什么呢 他们同心合一的店里 家里掰饼 所以你知道 教会聚会啊 这个掰饼很重要 我们这次很遗憾 我们没有准备饼杯 其实我们 很多的教会 他们每次聚会都是掰饼的 那这是对的 这是传统的 那因为现在 基督教的教会 特别重视讲台 教导性的 他礼仪性不那么强 那么天主教就是礼仪性 天主教的弥撒 它是没有多少教导的 它就是礼仪性的 就是一种崇拜 那基督教因为 从耶稣基督的门徒 他们保罗说 你们要教导那些 可以教导别人的人 所以教会为了传闻音 所以讲台特别的重要 你看到今天的教会 他们把讲台放在哪里啊 放在舞台的正中间 就是他说 我是重视神的话 我是以神的话为根基 你到天主教的教堂 你看讲台在哪里啊 在旁边的一个角落天上 我在那讲过到 我到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教会 圣工会 我去讲道 他那讲台像个鸟笼 然后有小梯子绕绕绕绕 绕到上面去 我在那动也动不得 因为我讲到 动来动去 我一动就得掉下去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在那给我守着 就挺不舒服 你会看到这个崇拜的方式是不同 对不对 但是他们是完全向上的 完全的向上的崇拜 所以他们的弥撒 是完全向上帝的崇拜 礼仪非常的神圣 所以当你 你进到那个天主教堂 我觉得你们好像没有去 我去过好多 我到哪个国家 我都去著名的天主教堂 我去到那里做一次弥撒 所以说你奇怪 很多的教会 尤其地方教会 如果你去天主教 你就是叛教 哪有这么说的 我觉得这是错误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对天主教 很多的错误的认识 那我去的时候 我一去到那里边的时候 音乐一详细 我就开始流泪 为什么天主教堂 把它建得那么恢弘 那里面不仅是文化 艺术 更重要的有上帝 同在的彰显的感觉 你到那里边 音乐一响起 你立刻你到那穿短裤 你觉得不好意思 你穿拖鞋就更不好意思 你突然觉得你多么的污秽 上帝多么的圣洁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巴黎圣母院 谁看过巴黎圣母院那部电影 卡西莫多 我就长得很像卡西莫多 但是卡西莫多是好人 对不对 他虽然外面丑了 他心里多么的美善 我就去那个电影 我就想到我 那是无神论的时候 我看到那部电影 巴黎圣母院 所以每次我去巴黎 我一定要去巴黎圣母院 在弥撒的最好的时间 十点钟 它好几堂 四五堂 因为它很短 我一定去 我听他们的诗歌 虽然我听不懂法语 他们在那里讲 但是我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同在 而且在巴黎圣母院 我记得 我到那里 我常常想到 当年风通德和柴玲 他们跟我讲的一段话 说当年我们去巴黎圣母院 去祈祷 虽然不信主 但是我们逃到了法国 我们到巴黎圣母院祈祷的时候 五块欧元 可以买一个蜡烛 你可以许个愿 我们就用五块欧元 买个蜡烛 许了个愿 放在那里 说上帝 把张伯利救出来 所以巴黎圣母院对我来说 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每次去我能感到教会 埃格里西亚 什么是教会 神招出来的人的聚集 埃格里西亚教会 天主教是教会 基督教也是教会 我们是兄弟 我们的崇拜不同 我们是平民式的宗教 他们在有管理形式的宗教 不一样 但是我们都是一位神 一位主 一位圣灵 Amen 所以我每次去 我上次去 我特别感动 因为过去去 我觉得心里还是有点的不舒服 因为人很少 我们教会 人都满满的 基督教教会 教会做不下 到中国的教会 你看做得下吗 根本做不下 人们早早的来都没有位置 那么大的一个教堂 空旷 人们不再来到上帝的面前 巴黎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你知道吗 我每次看到巴黎 我的心痛 当我每次看到 恐怖的袭击巴黎 我就想好像 袭击我的亲人一样 第一次我去巴黎 91年 我刚逃到美国 风头德国 发个传人 第一句话说 庆祝张伯利 逃亡成功 就一个字 传向全世界 然后就请我去巴黎 参加一次很重要的 关于六次的 回忆的 一个聚会 我们当事者 都集聚在巴黎 后来我们的回忆 成了一本书 叫广场的共和国 我记得我去的时候 我看到我觉得 是世界最美的城市 它比我从巴尔扎克的 小说里了解 更美 当五一的时候 我们散布在巴黎的 乡线里打街 广场 霓虹灯 音乐 美酒 美女 我们就看到一个 一个法国的美女 一个人 穿得非常的性感 坐在那个 喷泉下面 阅读一本书 当然那照相机制 还不太好 我们说可以给你照相吗 她说为什么 我说你很美像女神 她说可以啊 你们也可以跟我照相啊 半夜一点钟 我们就跟她照相 我们离开的时候 她还在继续读书 二十年过去了 今天美女 敢坐在那里读书吗 所以弟兄姊妹 很多感慨 真的很多感慨 一个城市 哎呀我记得 我在那个城市 我当年 严家琪 请我吃饭 家琪说 这个国家 伟大的国家 这个国家 在法国大革命 二百周年的时候 他们举行了国庆 知道法国大革命 二百周年 就是1989年 整整就1989年 法国大革命 改变世界的一个 历史的一个日子 就是那一天 然后整个的巴黎 变成了世界的中心 全世界的民主国家的领袖 大概30多国家的总统 飞到法国来庆祝 法国大革命 二百周年 因为这个法国大革命 与全世界的民主 有极大的关系 与西方世界的改变 有极大的关系 美国总统都去了 都去了 参加这个法国的国庆 他们有阅兵的方队 知道整个阅兵的方队 第一个方队 想你都想不到 什么样的方队 天门学生的方队 当那些逃亡到法国的学生 他们组成了一个方队 临时训练了一个多礼拜 就走上去 他们打的标语 还是广场的标语 我们要民主 我们要自由 反观到反腐败 还我同学 还我自由 当他们走过广场 第一个方队 与全世界说 总统邀请我 我们几位上了检阅台 站在这个世界级的领袖的旁边 我们有一位领袖 就站在总统的旁边 他说当天门的学生防队 随着音乐 马赛曲 走进 这个 检阅台 走进检阅台的时候 法国总统起立 敬礼 全世界的领袖起立 敬礼 他说我就哭了 我是个流亡者 我被迫离开 祖国 来到这个土地上 这块土地给我如此的尊敬 这块土地对中华民族 给如此的尊敬 你知道吗 那个党堂在前面那个年轻人 叫王维林 现在他还没有下落 当第一次这个镜头 出现在世界的电视台的时候 美国的总统起立 说这个民族 是不可以战胜的 这个民族 是真的伟大的民族 当然我两年以后来到法国 我已经没有经历过这个辉煌 现在的法国变了 美国就是下一个法国 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 美国我们的国家祷告 每当我去巴黎圣母院 我都会想到 这是什么样一个地方 教会 对我们太陌生了 我们不了解教会 我们了解社会 多少了解一点 那当我们看到这个教会 Ecclesia 我没有想到做一个天门的流亡的学生 有一天我会成为牧师 我可以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建造 主耶稣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叫 丰收华夏基督教会 2003年 在华盛顿建立 我95年进入到神学院 从Wayton 我后来要转到 洛杉矶 正道神学院 那个时候叫台福神学院 Logos 道 Logos 这一天我们一直讲 耶稣就是道 道就是神的话 话语 道就是耶稣 Logos 不要走那么快 还没到这儿呢 回到前面 第一张照片 那么 所以我在那个毕业以后 我就在洛杉矶的一个教会来服侍 三年 那时候跟Biu同工 三年之久 弟兄姊妹给我很多的爱护 你知道这个教会 老年人特别多 所以这一次礼拜 我也是没少参加 但是你知道 来个年轻的传道人 这些老弟兄姊妹特别的包容 为我祷告 我在那里学习成长 很多的童工 那2003年 因那师母去华盛顿工作 我讲一下神的意思 到了政府EPA环保署 去工作 我就搬到了华盛顿特区 美国的首都 在那里建立了第一间我们的教会 其实我到那里有很多interview 很多的教会准备聘我 那边有很好的条件 有圣道会啊 圣工会啊 长老会啊 独立教会 很多人聘我 我经历很多的苦难 所以呢 苦难使一个人学习谦卑 变得真实 所以我毕业的时候 这个给我的offer特别多 我神愿毕业我有七个offer 除了美国教会 中国教会还有美国教会 Curado New Life Church 美国有最大的教会 给了我offer 让我做中国的 福音施工 然后没有去 我留在洛杉矶 装备了三年 我出去开拓这间教会 这是我们 华盛顿的第一间 丰柔华夏基督教会 我记得那是2003年 1月的第三周的周末 我们开始第一次的崇拜 那3月 1月19号 那是那一天 是美国的放假的公众假期日 叫马丁路德今日 所以我讲了一篇道 叫我有一个 什么 梦 进 我有一个梦 我的梦就是 中国要福音化 中国每个成日乡村 都要有教堂被建立起来 都有教堂的钟声响起来 宣告 爱临到这里 和平临到这里 我有一个梦 我那篇道 很可惜 没有录像 但是有录音 我经常会听一听 每次听 我都想到我的青春年代 我都会热血澎湃 我都想到我最起初的护照 最起初的热情 感谢主 我常常说 主啊让我永远这样热情 有一天 我见你面之间 我还这么热情 不让我灰心 遇到多少男主 都不要让我灰心 看第二张照片 这是我们的教会 这是 五年前我在 这个水晶大教堂 布道会 那是华人的布道家 第一次用美国的地标性的教堂 去行布道会 我们租的时候 美国人说 这个教堂很贵 一个座位要两块钱 哎呦我们说太便宜了 一个座位就两块钱 一个人信主了 就两块钱的代价 很便宜 可是人家大 五千个座位 你知道吗 要一万块 还有音响 什么的 哇 我就找了几个通工 一人宣布我拿五千 包括Bill 拿五千 如果奉献不够 这钱就算奉献了 如果奉献够 就还给你们 你知道我们收了五万块钱的奉献 那天晚上 感谢主 五百多人信主 六五六千人参加我们的聚会 美国警察都吓毁了 哪来这么多中国人 突然出现在这个教堂 然后他的主任牧师就找我说 我把这教堂 白白的 一分钱不要 寄给你 你去来做教会 我说这点不行 这就没中国人呢 他说这中国人哪来的 我说这偶尔一次聚会可以 你说天天就不行了 你知道聚完会了 有一批人跟我照相 这是我们教会最起初的那些同工 你们还认识吗 你看 Evin Angela 看见Angela在哪了没有 那时候还年轻 现在也年轻 Sorry 她不在 她不在 没关系 西西 看见没有 西西 Evin 溜的老婆 溜的老婆来我们教会 她就不敢不来 因为比较爱泰特嘛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几个 清新 看清新没有 看清新了吗 那这个照片很 这个照片是非常有纪念性的 知道吗 就这些人鼓动我 高教会 我们要搞一个风鲁华教会的洛杉矶 所以我们的教会就萌芽了 你知道吗 就在沃土中发芽成长 因为我们已经有建造 华盛顿教会的经验 我们也感谢主 我们开始建造我们的洛杉矶的分堂 我们现在马上就四年了 我们四岁了 我们走过的道路 有高山 有低谷 有眼泪 有欢笑 多少弟兄姊 伴随我们走过最艰难的时候 我们有了今天的风鲁华下基督教会 我们有了自己的美轮美奂的教堂 我们有几百个会众 我们有将近差不多六七十个孩子 我们在一起来去 而且我们宣教通过我们的网站 通过主日的信息 主日学 我们祝福了多少寻求真理的人 Amen Hallelujah 所以我每当想起我们走过的岁月 我就感谢神 都是恩典 我们再往下看 来投影再往下走一走 我们看以赴所处里的教会 那么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 都想建造教会 可是没有建造教会的经验 我们没有台湾港台背景的 同工们牧者们那么有经验 那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 又有眼高手低 因为我们有很好的教育背景 我们来到美国 不是博士就是硕士 当然现在还有一些投资移民的土豪 这些人都是眼高手低 他眼睛很高 对教会要求很高 对你讲道要求很高 对你敬拜要求 对你儿童施工要求很高 甚至对你的午餐都要求很高 可是他们自己就不会伸手 又不会做 所以你知道我们从建立大陆型的教会 我们在北美的记录 大多数90%是失败的 我们在六估计有过常识 我们有过神州教会 我们有过华夏教会 我们有过新生命教会 最后一个一个的就摔落下去 有的不存在了 有的想起来都是伤害 当我去建立教会的时候 我是有呼召的 我从实际上毕业的时候 大家知道我跟思维一样 我是作家 我是作家出身 我在中国 获过中国的文学奖的作家 我的作品收过中国的中学生课本 看过没有啊 那时你都毕业了 下一代就看过我的作品 叫哈姆哈姆 上Google Google一下就可以了 你想我是作家 我经过神院培训 我觉得我最好的护照 就是办杂志去 写文章 用我的笔荣耀神 可是当我要毕业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教会荒凉啊 没有大陆的传道人 很少愿意去幕会 很多大陆的传道人毕业 因为他自己从里边出来 他知道我们大陆 这些地狐子是什么眼光 你知道吗 我们的眼光都像两人的剑 我们很会看别人的缺点 牧师是什么样种工作 住在玻璃房子里边 你所有的东西都暴露在外边 没有隐私 没有情 没有什么 谁都不愿意 所以很多毕业以后 大家都去布道啊 搞了一个布道团 搞了个机构 办杂志啊 拍电影啊 宣教啊 有的干脆加入美国的差汇 很少有去开拓教会的 可是神 我这个人就是愿意做一些 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 对不对 神呼召我 就去建立教会 那从我神院毕业到 从我1995年在教会里边 到今天 21年 我神院200年毕业到现在 已经是16年 我一直没有离开 牧会的这个职份 这是神给我的托福 不管我布道 走过多少地方 布道会多么大 但是我一直 安静的来牧养 神给我的这群小羊 因为我觉得 我的生命 跟我在外面的影响 很大的差距 你就说张伯利 在外面影响很大 你到中国大陆 基督徒可能都了解我 他们很多人 是听我道信主的 我张众去布道 看到年轻人说 张伯士 我从小就听你讲道 我说什么呢 我多大了 我多老了 那你多大呀 二十几岁 我想真的 我讲道也讲 二十年老 那他真的是 从小就听我讲道 讲道长大的 你想到 我也想到 我神院毕业的时候 有人说 你搞个布道团 去布道 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想我们是 有的时候我们传道 我们出去传 把福音传出去 我们自己却被弃绝了 我觉得我应该去教会里 我告诉丰柔华夏教会弟兄姊妹 我不是来牧养你们 因为我们有一位牧者 他叫谁呀 我是主耶稣 他是我们的大牧者 我是你们的弟兄 我们一同来成长 我们一同来在主的爱里面 来学习向耶稣 学习成长 为此我的教会 我们请了顾问牧师 于利公牧师 他是我的最后 我个人的一个学生 我跟他学习 给我很多很多的指导和帮助 包括跟师母的关系 他常常告诉我说 你再放弃一次 你再跟他走一次 所以我老跟他走 我从洛杉矶跟到华盛顿 我现在又跟回来 他要去达拉斯了 他又说 你再跟我来达拉斯吧 我们在达拉斯再开一个分堂 德州好啊 全美最坚持基督教 价值观的就是德州 我说我不去了 最后一站了 哪都不去 再回去就回天家了 你知道吗 或者回中国了 哪都不动 美国最后一城市 洛杉矶 不动 你看 感谢主 所以这些都需要 有一个传道人来帮助我们成长 所以你看 所以当我们了解教会的时候 保罗有四个观念 非常的重要 弟兄姊妹 第一个 在以物所说 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表示他的圣洁整齐 教会是神的殿 表示一种对上帝的敬拜的一个场所 教会是神儿女的家 表示这种在主里里边的一种关系 神儿女的家 使徒行论 以福所住 二章十九 你们不再做外人 也不是客旅 你们乃是神家里的人了 所以每当我想到说 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我就感谢主 我没有家好多年了 八九年我逃亡 我的家就被我逃没了 我开始流浪 像徐牧师讲说 漂泊 漂流 漂流就是我们人生的常态 人生的状态 我就漂啊 从北京漂到东北 东北漂到俄罗斯 苏联 从苏联又漂回来 就漂到美国 漂来漂去 所以我特别重视家的观念 所以我在建造教会的过程中 我特别跟同工们讲 我们建造一个爱的家 不管什么样的人 来到教会 他都有家的感觉 你们 我现在的时候 我到基督之家去 这个做牧师 吃饭的时候 那同工抄我要票 我没有票 我刚来上班 对不对 我看到很多牧道友 跟我一样也没有饭票 中午 我就把饭票取消了 我说从今天开始吃饭 今天是我奉献了 不要票 神的家里吃饭要什么票 你们家里吃饭要票吗 你吃饭老婆告诉老公 交票 有这种吗 所以一直到今天 风中华叫吃饭 永远不要票 你们 这是家的感觉 这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这是讲心腹的关系了 往下就证婚了 再往下 那这是我跟师母 我们到台湾去宣教 我们有一天 就租了两个自行车 在台湾的大街上 骑到台湾大学 我在这里住过半年 我在国际关系学院的 那种叫 住了半年 我在这里边 后来当我找我住的地方 已经变成麦当劳了 好像 不是7-11 变成7-11 我们在那里 台大 刚才一看 那个 那个 这个皮特他们两口子 就看到说 哇台大 我们经常在这个 挑大街上走 台湾大学 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 我们看 影响我 牧养教会的几种观念 非常重要 几本书 我是胖木丁 准备小组长 我们的同工都要去读 第一本书 目标导向的教会 华里克的这本书 只笨标杆 对我影响非常大 我想这本书 对很多的地图 影响很大 那么这个华里克 他认为说 教会最重要的是 vision 是意向 如果一个教会 没有意向 这个教会是做不起来的 那么很多教会说 我们聚到一起 好了好了 我们就去教会 就聚会了 那请问你的意向是什么 你成立一个家庭 也有意向啊 对不对 你找对象 也有意向 vision 你想干嘛 有没有计划 生几个孩子 对不对 那孩子在下一代 该怎么教育 再下一代该怎么办 所以教会要打好 根基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根基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们的意向 就是中国福音化 文化基督化 教会国度化 那这个意向 那这个意向是我老师的 也是徐志秋老师的 我们俩一个老师 赵天牧师的意向 他临离开这世界之前 我去看他 他就跟我说 伯利 不管你将来做什么 做机构 还是做教会 不要忘了我们的意向 中国福音会的意向 一定要给我放进去 所以当我建立教会的时候 我当时他还没有离开 我就 把这个意向写到我们 教会的意向里边 然后我们要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建立 传扬福音 横切祷告 彼此相爱 人人侍奉的教会 这四个观念 都来自于这几位牧者 给我的启发 没有意向 民就放肆 如果我们说 我们就在这美国 我们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 不需要关心中国的福音化 文化的基督化 教会的国会化化 我们就是中产阶级的俱乐部 我们就不能够完成主的大使命 我感谢主 我是中国人 我来到美国的时候 我看到我的孩子 Aaron在美国升美国长 我说如果让我选择 我也会选择生在美国 我们这一代人在中国多可怜 你知道吗 又跟我同龄人呢 五十年代出生的同龄人 生下就挨饿 我小时候我喝的稀饭 小米稀饭 我都能把小米粒数过来 你看多稀吧 那还能吃饭吗 那叫稀水 你知道 然后我妹妹很快就出生了 我还没等吃完我妈妈的奶 她就给抢走了 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妈生七个 三年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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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今天我们的七个孩子 是我妈妈的骄傲 你想我妈妈 多少的辛苦 把我们带大 所以纪念你的母亲 那个年代的母亲 跟今天的母亲真的不太一样 那年代母亲吃太多的苦 但是她们从来不会抱怨 永远她觉得她就是家里的主心骨 我跟她说什么 她都能帮我解决 其实不能解决 她会带来话语的安慰 你知道我妈妈爱我 我们家 我爸爸对我很严厉 我总觉得不爱我 男人的爱好像不太一样 这个 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 觉得哎呀 怎么为什么我会受委屈 上帝爱我吗 后来读圣经 哦 上帝所爱的 他必管教 有些苦难 正常的 父亲 但是我妈妈从来不责 一辈子都没说过我一个弄字 我妈妈 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那时候参加诗歌班呢 不是诗歌班 学校的歌语比赛 我唱歌你知道吗 爱唱歌 中小学爱唱 样板系八个样板 从头到五不用看谱 不用看词 全唱下来 这个记忆很好的 如果那时你说 我从小那时候读圣经 今天讲到会什么样 圣经都不用翻 我告诉你 就有天圣经都被烧了 我能把它写出来 所以我常常想到 那个年时候没有信主 是一个损失哦 弟兄姊妹 早早的信主 有一天 要参加诗歌班比赛 人家要 白衬衣 毛蓝裤子 白球鞋 这种统一服装 大概差不多啊 白衬衣 有一件 解决了 妈妈给我烫 那时候的运动 还不是垫的呢 你知道吗 烫好了 毛蓝裤子 姐姐有一件 在这边开口的 知道吗 白球鞋 没有了 哥哥有一双鞋 蓝色的 他用分笔锅 染白了 说你就穿这个吧 我也挺不争气 我就哭了 人家同学们都有 我就没有 而且我是班长 多丢人啊 老师给我那么大的信任 我妈看我哭了 什么都没说 那天下雨 因为第二天要比赛 妈妈把我们家的猪 给绑了 脚跟邻居绑了 邻居那天上班 只把我们绑了 装到车上 她就上班了 我跟我妈妈 我九岁 我妈妈 那时候四十多岁 她拉着一个车子 两轮的那种车子 板车 她在前面拉 我在后边推 那路是泥泞的 没有今天这种板油路 我就看到雨 浇在她的身上 就为一双鞋 妈妈把猪卖了 那猪还不到 该卖的那个分量 卖了 所以我是在爱中长大的 我特别期待这种爱 在我的家中 在弟兄姊妹的家中 所以我那天 走上台的时候 穿上一双崭新的鞋 家 是接纳的地方 家是相爱的地方 家也是我们成长的地方 所以建造一个 爱的教会 能够让我们这些 中国大陆的 漂泊到海外的中国人 找到我们属灵的家 在这里建造我们的生命 建造我们的儿女 这就是我的意向之一 第二 影响我的牧师 大家往前看 第二个 我们去投影 再往下走一页 杨老师 走不动了 就往下 next就好了 往下一点就过去了 当然这个可以 这里边都不用讲 再往下 因为在华里科的观念中 它有几个观念 第二个教会是 祷告的教会 祷告的教会 击风烈火的教会 你们看过这本书叫击风烈火吗 你要看一看 这个牧师叫新揭秘 这个牧师 是一个改变布鲁克林的一个伟人 这徐牧师的女儿要去布鲁克林念书了 过去布鲁克林是非常坏的一个城市 在纽约的布鲁克林 吸毒者 流浪汉 妓女 整个城市 房子没有超过十万的 便宜到那种程度 没人买 地狱一样 那么有一个教会 在这里边 都是这种人组成 西里米牧师是个篮球运动员 他没有读过神学院 没有读过神学院 当神呼召他 奉献给主的时候 他是不愿意的 但是他娶了一个牧师的女儿 有一天老丈人请他吃饭 就说 我有一间小教会 在纽约布鲁克林 我现在身体不行了 他在纽格西的郊区住 我没有能力老去往那儿跑 你替我跑一跑 好不好 这个老丈人讲话 女婿也不敢不听 就去了 第一天聚会不到二十个人 然后 那个椅子都是快破了 他个也高 他一坐 邦当就坐断了一个 就坐在地上了 大家笑 他弄得也很没面子 然后呢 蒋王道一收奉献 七十三块钱 还被收饭的两个童工 给分赃 偷走了 你知道吗 这种教会 他回来跟岳父说 我不去了 这什么教会 我都不去呢 你自己去吧 岳父说 如果这个教会好 还用你吗 他就去了 他建造教会的特点 就是祷告 他觉得祷告可以改变人心 祷告可以改变复兴教会 祷告可以改变社区 改变城市 改变国家 所以他就祷告 祷告 知道通过祷告 这个城市被改变 十四张唱片的CD 数不尽生命的改变 世界几百万人 唱着他们的歌 这是关于他们的故事 纽约布鲁克林 会幕 教会 一个神奇的故事 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真的激动啊 祷告 所以我们教会 我还强调我们的祷告会 祷告会 我说在祷告会中 可以看到耶稣受欢迎的程度 在布道会中 可以看到蒋元受欢迎的程度 这就是他说的话 弟兄姊妹 你爱耶稣吗 祷告来到他的面前 不是让他为我们做什么 乃是见他的本体 朝见他的面 跟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后来这个教会就改变 他自己生命也被改变 这个教会改变到什么时候 都开始改变社区 后来他买了个电影院 他们的祷告会 现在有四千人参加 每个礼拜四的祷告会 四千人参加祷告会 他们可以为全世界祷告 我去过一次 只要你进入他的教堂里去 那个同工就会递给你一张条 那就是你今天要祷告的 这个条是从世界各地 email过来的 你不知道那是谁 你甚至叫不清那国家的名字 你读不准的 可是他有一件事情需要你祷告 哇 这样的一个教会 完全被神转变 他们也转变了这个城市 然后现在布鲁克林的房子 长了几十倍 现在买都买不起了 一个小孩 啪嘛就四五十万了 你知道吗 全部被改变 流浪汉也没有了 妓女也没有了 小偷也都不见了 小偷都信主了 来到教会成为同工 妓女都嫁给了流浪汉 流浪汉进了教会做了牧师 所以妓女也没了 流浪汉也没了 都进入教会 神可以改变任何的人 Amen 现在你到布鲁克林去 七大道八大道九大道 都是我们福建人 我在那里建了个分堂 那后来因为照顾不过来 我们就跟 跟那个法拉圣合并了 你知道 那个分堂我在那里 我有一段时间 我经常去半年 我老去布鲁克林 第六 第七 第八 大道 第九 大道 全是我们中国人 全日福建人 满条街 繁华的不得了 你看上帝就改变 Amen 通过祷告改变 所以这本书大家要去读 第三个 我看到下一个 下一个影响我的 这个叫海波斯 他的特点就是 强调人人侍奉 这点我要强 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特点 我们为什么在意象里 见到传扬福音 横切祷告 彼此相爱 人人侍奉的教会 这人人侍奉 就是从海波斯的观念出来的 海波斯在芝加哥 他的教会叫 Wilquick Community Church Wilquick 那么他比较强调 领导力和人人侍奉 这在美国是比较 有影响的一个传道人 他的教会 我在芝加哥的时候 我去过参观 你知道这个教会 我去的时候 那个招待啊 从头到尾 你来就感觉到你是 国王 检阅部队的领袖一样 不招待不是一个 也不是你接近吧 往左边坐 不管 来了 把你带到位子后 以指定的动都不能动 你看 现在华人的教会 你来了 你想坐哪坐哪 看哪没人往哪坐 大家都往后坐 为什么 上厕所进 听着牧师想到快哭了 撒腿就跑 这个不行 指定你哪去坐这 因为你没有位子了 就没有位子 就这样一个教会 然后去圣诞节聚会的时候 你知道 哇 你根本进不去啊 在外边看录像 多冷的天 看那么大的屏幕 那骆驼都迁到教堂里去演 那圣诞剧 你知道 那多大的教堂 你强调 人人事奉 他是个律师 他就 整了几个年轻人 像我们教会这些年轻人 十几岁的年轻人 十几个人 他那时候才二十多岁 他们就买了一批西红柿 就卖西红柿 拿里边差价 拿到一些差价 就开始租一个地方聚会 所以这个教会 被称为西红柿教会 所以他们卖了好多年西红柿 他经历了 他的成长过程 经历很多的艰难 他特别强调恩赐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使团 我们华人牧者团契 我们强调的是三缘河流 圣经 圣灵 圣徒 所以圣经 传统教会 比较强调神的话 圣灵 灵恩教会 不要强调恩赐 圣灵是恩赐 因为恩赐 圣灵按照几亿分给你的 所以圣徒 见证 见证 那地方教会比较强调圣徒 主的见证 那徐志秋牧师谈到 圣传也很重要 就是教会的传统 教义 教义 也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 这很多人不敢提的 这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我们今天谈到天主教 天主教也是圣传的一部分 圣传的一部分 所以这非常重要是我们的信仰能够平衡 除了我们懂得神的话 还能把神的话活出来 能够圣灵来引导我们 进入到福祉 有属灵的恩赐 同时能够生命被更新改变 为主做美的见证 那他就比较强调恩赐 他不是灵恩教会 传统教会强调恩赐 你看他往下看有一页 很重要 你看他有 他说一个教会不管了多少人 这十种类型的人 你一定有一个恩赐在你的身上 你想想你有哪种恩赐 你在座的地方 他说第一个 意向型的 对不对 意向型的 这个人会做梦 会做梦 他做的都是神国的梦 他会神国大发热心做梦 那我就会做梦 你说我就梦到有一天 丰柔华夏教会 在中国哪个城市 哪个乡村都有 这就是我的梦 你们 我就梦到有一天我在 这个天门广场不到 我在那里 没有谈反官岛 反政府的仇恨的话语 我在那里讲 耶稣的爱 耶稣的一致 要通过天门广场流到全中国 让这种一致 除掉一切的伤害 我在讲耶稣基督 我有时候梦到 大家能赞美啊 哈利路亚 六点谈吉他 我想到 哇 然后我们就在那讲道 当年广场在我指挥部那前面 打个大台子 我有天做梦 我就梦到在鸟巢 聚会 梦过没有 鸟巢啊 租下来了 然后说那梦的时候 哎呦那家人就根本鸟巢都坐不下 天使就像鸟在天上飞来飞去 很多人信主 然后呢 同工就告诉我说 不是不行啊 这人信主了 按照史丁医院的要求 他们三千人就就在里口地收洗啊 我们就把水利坊也租下来 然后就这边步道呼召 那边陪探员就带着人就走到水利坊 那边就收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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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知道吗 走不完啊 这人走不完 因为这个鸟巢就是一个中转站 人们进入鸟巢 信主就到水利坊 然后鸟巢人走了 外边就再进入鸟巢 就走啊 水利坊就出去 哇天使一样 多美的梦啊 你们 风筝华也叫回的梦 这个不是尼布甲尼萨的梦啊 一向行 这是回作梦 方向行 策略行 管理行 激励行 牧养行 建造团契行 创业行 从心启动行 乔良行 所以你看这些人 这些在你身上一定是有的 所以比方海宝认为说 在你的身上 也许你有五个六个的恩赐多的人 如果少 你有其中的一个恩赐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恩赐 是我家的 就是爱的恩赐 你们 如果你这些恩赐都没有 你有基督的爱 就是最大的恩赐 哈利路亚 你们 所以这建造教很重要 你看这些观念啊 这个书要去读 发音成中文了 叫教会需要勇者 要去读 我建议你们读一读 关于教会的书 就是进入到实际的 这个种牧养神学方面 去学 你才能做好小组长 你才能去带人信主 再往下看 下一个人 影响我的 这个人叫斯瓦斯 这个人 他写了一本书叫自然发展的教会 他认为上帝就把足够的资源放在教会 作为教会的牧者 主任牧师 就应该把资源用好 最大的资源是人 所以主任牧师的最大的恩资是能够发现人的恩资 他说如果你这个做主任牧师的 你不需要讲到很好的话 但你能够发现同工的恩资 建立团队 教会就会被建造起来 他认为说 这个教会既然是神的教会 保罗说 我栽种了 亚伯罗教惯了 唯有神让他成长 所以你不需要用多人为的方法 你只要把这些毛病找出来 避免他 教会就一定增长 所以叫自然发展的教会 我们再往下看 他的一些观念很重要 这些观念可以影响我们今天的幕会 第一个 教会健康教会的八个优良的特质 你看到我们教会有多少 你要看 如果没有我们就去努力 第一个 令信徒得利的领导方式 以恩赐为本的侍奉方式 充满热忱的灵性表现 功能健全的结构 激励人心的崇拜 全面兼顾的细胞小组 以需要为本的步道事工 众人相亲相爱的关系 我记得我们教会都有 大陆的教会最没有的一点 就是 第四点 我们都会有 领导 恩赐 灵性的灵修热情 小组 可是我们没有健全的结构 我们不太 大陆教不太重视结构的 就跟着感觉走 所以我们遇到问题 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所以丰若华教在刚建立的时候 我们就写好了我们的白老 章程 重要吗 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这个 当然你说爱是最重要的 没有错 我刚才说了 最大登次 可如果你没有管理的模式 没有章程 你建立个公司 建立个餐厅 你都有管理的模式 然后才能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如果你没有这个 出源问题怎么办 一出源问题是争论 那谁的声音大 谁人多 就赢 我们有了白老 遇到任何不同意见的时候 回到白老 知道吗 我跟你讲 我们教会成立了以后 有一天 大家都不太懂 因为中国大众不愿意在白老里边行走 不愿意遵守规矩 我们都像我们开车一样 我们开汽车就跟自己的感觉是一样的 来到美国 知道吗 我们是凭感觉的 就有一天 我们有一个传道 到我们实习将近一年 一开会没通过 没通过就 就要走人嘛 那就会带来伤害 这个问题要小心 人事问题是非常小心的 最后大家就吵啊 有时候你没有爱心 为什么不留下来 那时候这个人服侍没有达到我们的期待 那有不同意见啊 那同工们就吵 吵完了最后 有一个人比较聪明 这个人是 大学里边教书的 他就比较说 那看我们的白老怎么决定的好不好 一定有的 我告诉你 为什么长老会的白老已经那么厚了 因为经过了几百年的历史 咔咔咔咔咔 遇到问题写一个解决方案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那我们教会没那么多 所以为什么我们 你要成为会员 你要先看我们的白老呢 否则你不知道在这里边运作 甚至你开会都不会 你都说开会都不会 开会都按照白老进行的 所以你看看这是谁的权利 一看 哇 原来助理传道是主任牧师的权利 我们有条规定说 在长人同工的许可下 助主任牧师 可以聘请助理传道 也可以解除他的事奉 最后全力交给我 当然我怎么处理你知道吗 保禄说众人以为美的事就要流行去做 如果众人以为不美 那我故意去做不跟大家作对吗 但是他又是个传道人 上帝呼召他 使用他 所以有些不完全的地方 不完美的地方 他跟我一样 他也是在成长 我们都是性情中人 跟以利亚差不多 但是他在这个团队里没有化学作用 那对他对教会都是个损失 那怎么办呢 根据白老 还要根据爱心 我们结束了他的服事 但是我把它介绍到一个 我很爱的机构 我说你适合做机构 不适合募会 第一年的薪水 我们教会全部出了 我们为你出一年的薪水 你在丰荣华教会多少钱 到那个机构还是多少钱 然后每一年我们减 往下减 根据你的 在外边的服事的增加 我们给你减 到现在还是我们教会支持的宣教士 按例还是我去给他按例 所以我们要对一个人负责任 就是这样 所以你会看到教会这些白老人 是在爱为前提方向 又坚持原则 所以我们大陆第一次怎么样 学习 健全的结构 很重要 为什么这次我们训练新的会员 我们要训练你们对白老的了解呢 就是你们有一天出去 你们可以做牧师 可以做教会 开拓教会 这很重要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 你知道我上在香港培训 我就讲这个 他们最受欢迎 说我们中国教会 就是缺这一刻 没这一刻 我们中国的教管理模式 是什么样的模式 你知道吗 古大抽身型的 就谁坐牢时间长 谁就当领袖 不管你会不会讲到 因为坐牢 经过考验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要做领袖 还有这种家族企的 哪家人多 哪家就做领袖 这一村全姓张 张家管理教会 那家全姓王 就王家管理教会 还有魅力行的 各种各样行的 但是你要知道 这都走不远 一段时间可以的 但是远了 一定要有神学的根基 有教会管理的根基 这个教会都能做 为什么我们 丰盛华教 这个大陆学校 我们走到今天 我们走出将近 十间的教会 我们每一间教会 都在健康发展 就是因为 不管哪一间 我们都有这么一个 管理模式 一个bellum 所以这是我们在 建造教会之前 就一帮同工们 经过祷告 经过借鉴 很多教会的bellum 我们形成我们自己的bellum 我们并且遵守 我们并且学习遵守 很重要 所以感谢主 还有一个是步道 以需要为本的步道 很重要 耶稣基督 昨天讲的时间 我们有讲 关于以需要为本的步道 那这个步道 我们步道是根据 耶稣基督的步道 是特别根据需要的 当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 谈道的时候 根据他什么需要 喝水 打水的需要 耶稣说 你所喝的水 世界给的水 还会喝了再渴 我所赐水 喝了永远不渴 你看 他根据他的需要 耶稣基督跟尼格蒂姆 谈道用什么需要 尼格蒂姆 半夜找耶稣 他要找 重生的道理 第一位 高级知识分子 耶稣就跟他讲 圣灵 重生 重生 重生不是回妈妈肚子 再生一次 因为你那还是自然的生命 重生是根据水和圣灵生的 这才是重生 所以你看到他谈道 完全不同 他跟撒盖的谈道 用什么 接纳 撒盖是一个有钱人 但是他这个罪人 这个税吏 被犹太人拒绝 没人接纳他 耶稣说 撒盖你下来 我今天晚上住你家 撒盖一下心就打开了 我这种罪人 不要说耶稣住我家 普通的犹太人都不住我家的 可是耶稣接纳他 接纳罪人 我今天晚上住你家 撒盖 立刻下来 什么都没说 主啊 我悔改 我欠谁 我还的四倍 你看一下子就解决了 以需要为本的不道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小组不道的时候 要注意 我们以需要为 他有什么需要 他得病 他需要平安 我们就从平安开始谈起 从耶稣的医治开始谈起 对不对 他夫妻关于有问题 我们就从以父所处开始谈起 我们根据他需要 我们去牧养他 如果他没有身份 那我们就为他 祷告让他写到天国的身份 我们就从身份上谈 我们先谈天国的身份 比地的身份还重要 对不对 你不要忘记 你有更尊贵的身份 天国的身份 如果你有了天国的身份 地上的身份自然就解决了 有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 所以需要为本的步道 非常重要 你看我们感谢主 这是我们教会的受洗 那次你看 多少 还有几个受洗在这里边举手 来特会的 我们每一年 我们很多人受洗 前年是108人 对吧 我们称为100班拔将受洗 那在大海里面受洗 你看到后面的照片 还有啊 应该有大海里受洗的照片 那时候放一下 再换一下照片 往前 往后 有大海里的照片 我们在大海里受洗 今天我们还有 这个月我们十几个在这里受洗 我们8月第三个礼拜周末 我们还要在大海中受洗 你看这里边 肉丝在这里边 是吧 有没有 绿迪爱在里边 你们那一批 很多人受洗 那次30多人在海里边 你看他们要重生了 经过水和圣灵生了 成为新造的人了 你看他都喜乐 所以很多人这次都不洗 就等着大海受洗 一定要到海里边受洗 你知道海里受洗 那大浪多大呀 那个叫 Laguna Beach 是吧 好大的浪啊 他们就挨一次浪 我是站在里边 啪一个浪 一个跟头 啪一个浪 一个跟头 休息都不用往前 刚说完浪就 哗就给它盖过去了 知道吗 特别感谢主 所以弟兄姊妹 这就是我们的教会 所以把这照片都留着 有一天 等我们老的时候 跟孩子说 看看你老爸 你老丈儿 当年建立教会的时候 什么样子 当年多兴奋 一批新一民 听闻耶稣的福音 我们就凭着 我们自己就建造 主耶稣的教会 我们没有外援 完全靠着神 给我们的能力和恩典 你们 往下看 我们再往下看 这照片 每个照片都很 所以 牧养教育的几个体会 意象 刚才我讲了 往下走 第一 就是以清楚的意象 和教会的使命 Next 再往下走一页 往下 你就走就好了 Nice 牧养教育的体会 建造有清楚的 意象的教会 这个非常重要 这是第一点 第一点 那么 当我们建造 清楚意象的教会的时候 就是说 神给我们的意象 是永远不要改变 要赤手这个意象 一代一代的走下去 这个教会 因为神给你的呼召不同 那我们神给我们的 特别的呼召 就是牧养中国大陆的新移民 要到美国 牧养大陆的新移民 所以这些新移民 他们要进入到 爱子的国度 生命被改变 他们就成为 这个世界的祝福 我记得我到 我到这个哪 到这个 这是我们的意象 我们的意象 全部来自于约翰福音 三章 四章三十五节 耶稣说 你们岂不说 到收割的时候 还有四个月吗 但是举目向天观看 庄家已经熟了 为什么叫丰收 就是这意思 庄家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 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意象 所以收割庄家 管收割还不够 我们还要把他们训练成为 基督的门徒 然后呢 推动中国的福音化 文化的基督化 教会的国化 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建立 传扬福音 横切祷告 彼此向人人福祉教 完成主大生命 这是我们的意象 你们 会背吗 背下来的 别人说 你们教的意象是什么 意象是什么 不知道 谁 这啥叫意象啊 你看意象也不知道 意象就是vision 大陆翻译成远景 台湾翻译成远景 一项 所以我们再往下看 这是我们今天的 我们路上级的教会 每当想到这个教堂 我就感到神给我们恩典 因为 我牧养丰收华业教会 十几年 从2003年到13年 建立了将近十间的教会 除了布道以外 还建了三个教堂 买了三个建筑物 你知道这是最难的 建教堂 新移民来到美国建教堂 太难了 建第一个教堂 在东部的时候 我们手里有20万 积攒了三年四年 有20万 了不得 你知道我的工资 一月就2000块 我给自己订工资 我那时就2000 我在路上级的时候 我还4000多呢 我到那就是2000块钱 我拿了三年2000块 所以对不起 现在新来的助理牧师 都得从这开始 没办法的 我还养一家人呢 而且第一年 我的奉献 占我们教会奉献 是20% 真的吗 我们教会奉献 六万 第一年 我有20% 我把所有的 我都奉献回去了 上帝给我的恩典 也不知道到哪来的 上帝就不让我缺乏 就真的是 我在山里面 也没有缺乏过 你知道吗 我山里面两年 没挣过钱 我没饿死 逃离山里 兜里还有2000块钱 卖鱼 我打鱼 就是到镇子里去卖 卖完我就把它存起来 放在鞋壳里边 房拔上面 你知道吗 我很会理财的 你说你这牧师 很会理财 从来不浪费 我的理念就 可买可不买的 坚决不买 商场从来不去 花钱我是不去的 对不对 所以师母嫁给我 很受憋的 她过去很爱逛街 我是不好意思 不陪她逛 她一进去 我就在门口 你进去吧 等着你出来叫我一声 打我手机 我该干嘛干嘛去了 我是不会逛的 她转了一圈回来了 也挺过瘾 啥都没买 反正女人就是这个样子 不用买 让她逛就好了 逛回来就很过瘾 因为看过了 觉得也无所谓 对不对 可是我建教堂 奉献 我们夫妻是敢于奉献 做这么多人传道人 我们夫妻严守时宜奉献 当我出去布道回来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礼拜 没有奉献的补上 这是我的习惯 有很多教会的牧师 是不奉献的 他们觉得我人都奉献给主了 那奉献是什么 那是他的领受 每人领受是不一样的 我也不论断 但我的领受 是做榜样 那感谢主 你知道这三个教堂 每个教堂 我最少奉献一万美金 这三个教堂 第一个 我们有二十万 我不仅奉献 我还把我女儿读书的学费五万 放在教会 用了好多年 到我离开的时候 来到六号机的时候 人家给我一张支票 我说这什么 说你奉献的 我说什么时候奉献 什么时候借给教会五万 没有啊 财务同学说 没有啊 那我们收回来了 还是问你太太吧 师母说 有 忘了 你看我借给人钱 容易忘 别人借我钱 我绝对不会忘 因为不欠 我欠一分钱 我都进不了天国 你知道吗 马太夫一分钱 活不清 别想走这出去 弟兄姊妹 金钱要清楚 要清楚 建第一个教堂 我们去看一个韩国教堂 韩国教堂很大 我去那个牧师 六千人教会的 增长了 要卖 我就去了 然后 我说你的教堂 我要买 他说你有多少钱 我说我问同工 少兰咱们有多少钱 少兰姐妹说 牧师我们有二十万 我说我有二十万 我就很多了 他说可是我们卖两千万呢 我们肯定是买不起了 但是我说一句话 把他吓一跳 我说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能给你两千万 就能给我两千万 因为华是韩国的神 也是中国的神 对不对 平时你能建两千 我就不能 那牧师说 你们那牧师不像中国人 像韩国人 韩国人会吹牛吗 你知道吗 但是我们买下来了 另外一个 我们买下来了 感谢主 我们买下来了 在新加坡建教堂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万 一万块钱 哎呀那租金啊 那简直贵的 一万块钱一个月的租金 就是比这个教堂的四分之一那么大而已 一个月一万新币 我们的教育都是新移民 打扫卫生的留学生 哪有什么钱啊 一个月奉献的钱 还不够 母堂还得拨款 美金给他们来交 交这个 传统人都开不住工资去 这么要建教堂 怎么可能啊 我就把钱都花在教堂上不值 我应该买一个 那我就看好了一个 要180万 我谈好了价格 人家是250万 我给谈到180万 因为这人认识我 跟我关于不错 听我讲到信主的 就愿意卖给我便宜 180万 他说这个过着就没这店了 赶紧买 没有钱的 就一万美金 一万新币 我就跟大家一说 一筹款一认线 又认线了一万 就两万 你知道吗 这怎么买 180万 那有一天我住在一个弟兄姐妹 他接待我一个印尼的姐妹家里边 那我就看他们家的房 这么大有 在乌节路 你知道 西加坡最贵的地方 乌节路 他们家那个 房子走 有自己的私人游泳池 在楼里边 哎呀 我就想到哈盖叔说 神的店荒凉 你们却住在天花板里面 心里不舒服 我就掉眼泪了 我这人有时候容易掉眼泪 我信主之前 我一个眼泪都不掉 我89年 跑两年 连我太太跟我离婚 我都没掉眼泪 你知道吗 我信主以后 经常会流泪 感恩 人就变得柔软 我就哭了 掉眼泪 读读圣经 掉眼泪了 这个保姆就紧张 就找了主人说 你们牧师哭了 是不是早餐不好吃 对不起 主人就出来 牧师发生什么事情 没事没事 很好 我就读圣经 有感动 我就流泪了 我就想到我们教会 还没有聚会的地方 帮我们祷告 姐妹在我临走的时候 夫妻两个 跟我一起祷告 给我一张纸票 我就没看 我就揣头了 我就回到教会 我说我今天 接到一张纸票 她说多少钱 我说没看呢 我一打开 没有金额 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我打电话给她 什么意思 她说牧师 你凭细心天 我跟你讲 我一生经历 太多的恩典 我老说神爱我比 爱别人多一些 气死你们 如果你有这种体会 神爱我比别人多一点 你会更感恩的 其实我经历的苦难 比你们也多很多 但我觉得还是 神爱我一种方式 对我这种人 神就采取这种方式 知道我们就把 买些内 当然我不可能全填的 我知道我们 建堂需要 每个地用嘴们的摆上 我知道建堂的过程 也是建造我们生命的过程 我给她贴了18万 头款 我就拿下来这块标题 然后我们就 弟兄姊妹奉献贷款 买下一个小女孩 高中生 吹长笛的 她就希望自己吹长笛 买一个长笛 她就攒钱攒钱 攒了1700块钱 你知道一个长笛 要1万多块钱 她根本买不起的时候 她听到那天 我讲到 她就回去把钱 全取出来 就放到了奉献贷里面 她说让我的同学 都能来到教会敬拜主 初中生 那时候她是初中 她妈妈是我们的执事 她妈妈信心比她小 说那你奉献一千 留七百吧 零花 她说不要 我要全部奉献给神 你知道吗 她奉献完了 发生一件事情 她第二天去学校上课 校长找她谈话 说她 因为她长笛 吹的是天才 现在新加坡 差不多第一位的 现在到英国留学去了 说当你入学那一天 我们就给你定了一个长笛 没有跟你说的 日本定制的 现在寄来了 交给你 哇 她拿着长笛 上帝太奇妙了 我再攒钱 我买不起这么好的长笛 当我把钱封下给神 哇 上帝给我这么好的一个长笛 就打电话给小朋友们说 赶紧来教会 我要讲见证 今天我要把这个场地 第一首歌献给神 看到没有 建造生命的过程 我们教会这间教堂 你们都知道 我就不用讲这个故事 当时我们有多少钱 你们记得吗 一万块钱 我们跟这样谈 谈的时候 我们都站在这样的角度上 想问题 从350万 我们谈到了180万 我都站在他角度想 都为他好 就买下来了 弟兄姊妹 建造有根基的教会 那我们建堂的过程 经过了鼠灵征战 经过了眼泪欢笑 你们跟我经历过来 在座的都经历过来 我们有同工离开 有我们最爱的同工 弟兄姊妹离开 每一个离开 都会给我带来伤害 你知道吧 牧养他们 爱他们 招呼都不打就走了 有的甚至还留下伤害给我们 你知道我牧会一生 我接到过三次匿名信 我在洛杉矶就接过一份 我记得我都忘了 那些师母说 我们牧师讲到说 他接过匿名信 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伤害 就达拉斯 那个第一经营会的主任牧师 我还问我接过没有 他怎么没接过呢 你接过三次的 我都忘了 你看都没有 我这人心比较大 也不太记事 人家杀害过我的 就过去了 这个信 我就给过其中一个人看 就是六长老 没给其他人看 因为也设立了他 攻击我 攻击他 语言 不是基督徒该用的语言 用的名字 也盗用别人的名字 知道吗 我们很多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 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还带着一些文革成长的痕迹 如果是真的 在主的里边 就讲诚实话 直接找他谈 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但是感谢主 我们坚持走下去 我说坚持建下去 最后就剩我们几个人 我们要把这堂建下去 哈利路亚 我们有今天的教堂 你看在装修的过程中 同工们多辛苦啊 多少同工来 我脚被扎钉的 你知道吗 两个钉子刺穿我的脚 我才知道 耶稣钉的 实际上该多疼 你知道吗 我一脚踩到一个旧钉 在装修我们的舞台的时候 踩上以后呢 我拔出来 又放又踩到另外一个钉子上 然后洪裕 这个Bill带我看医生 医生要给我打破伤风针 我打破伤风针过敏 打了可能就死掉了 那医生说不打也可能死 哎呀我当时 你知道我多后悔吗 我想这堂建的 刚建完我不能讲到 别人来讲到了 建完就死了 还破伤风 整个破钉子给我扎了 你知道吗 怎么想怎么心里委屈 就祷告求主帮助我 结果打完破伤风针 没什么反应 后来跑小勇家那天就发烧了 也烧得我差点半天 我并没有 但感谢主走过来 哈利路亚 你看到这个过程 来往下走 我们看我们的教堂 这是我们属灵的家 你在其中有份 我们这往下看 我都讲完了 往下看 感谢主 所以弟兄姊妹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再讲了 今天打住 但是真的是在建造教会上 我很感谢主 我写了一本书里边 里边都有你 所有的名字都在里边 当然论文没有你了 我现在我的博士论文 就是写关于 如何牧养中国大陆型的教会 现在已经翻成英文 因为我转了神经院 昨天徐志秋说 你们可能有点发懵 我在新加坡神院 读完了我的博士课程 但是我没有毕业 我的论文 这个没有时间去答辩 没有时间 因为我还要去新加坡 我还要花不少的钱 不少的时间 我觉得我没有意义 对我来说 不就是一个学历吗 有没有他对我来说不重要 但是后来我转到林肯大学 林肯大学要完成这个博士学 还要上课 因为学分部 虽然都承认 他还需要我修一些课程 所以论文翻成英文 论文翻成英文 现在已经翻完了 但是这个论文 讲了会出一本书 也是一个教会的故事 这个教会叫 丰收华夏基督教会 你们 我们走了一条 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也许我们走得不那么笔直 我们走得弯弯曲曲 跌跌撞撞 但是有上帝的恩典伴随我们 我们有清楚的意向 我们有清楚的目标 我们愿意去爱主的弟兄姊妹 可以一同来建造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要建造一个 彼此相爱的教会 建造一个清楚意向的教会 建造一个为主悲失的价 为主受苦的教会 让主得荣耀的教会 你们 我相信有一天会看到 风柔华夏教会的弟兄姊妹 无论走到哪里 都能够建造耶稣的教会 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弟兄啊 上海的一个老弟兄 王铁军 你听着名字就很厉害 铁军了 原来是个研究所的 局级的干部 所长 退休了 来到教会新主 七十多岁新主 那种渴慕啊 每天讲到都一定要做到第一排 因为耳朵不好 做第一排 一定记笔记 不会用电脑 就记笔记 密密麻麻的笔记 我讲到他都记 结果后来神又带领他回上海 人家教会问他 你在美国啊 信主没有 说信主了 哪个教会的 丰收华夏教会 我说张伯利牧师的教会是 说那你一定会讲到 因为张牧师就很会讲到 他训练的门徒 一定会讲到 他说我还不算门徒 说那你算上 我是信徒 我刚信没多久 说待会你走美国回来的嘛 你讲一篇道试一试 他就给我打电话 我可不可以讲到 我说当然可以呀 你信主第一天就可以讲到 你们 就可以传福音 讲 放胆讲神的话 大声的讲 他就拿我的奖章讲 因为我的奖章都放到网上 那时候都有查经材料 放到网上 然后他因为他听过我讲道 他连我讲的事例 他都一点都不改 就讲出去 哇大家特别受欢迎 一讲 讲了三年了 每个礼拜天都讲到 现在根本不用我讲章了 人自己有一套自己的东西了 哇教会增长啊 老人家 快到八十了 神用他 弟兄姊妹 你有一天你回国 你说你风柔华业教会的 你说你不会讲到 丢人呢 不是丢我的人 你知道吗 丢风柔华业教会的人 我们有一个赵海弟兄回到东北 他家农村 他在美国读的博士 一回国 说是风柔华业教会的残了 他在东北待了一个月 每一天讲两三堂道 都各村都拉他来讲 这村拉完那村拉 讲到最后不知道讲什么了 打开圣经就念圣经 他里头觉得过瘾啊 过瘾啊 美国来讲就是好 有一天你们回国 风柔华教会的 不会讲到不行 所以在小组里面 好好读神的话 Amen 牧师讲到每天好好的听 不管哪个牧师讲到 你看徐牧师讲到 你看我多认真的听 你知道吗 人家神愿老师来 给我们上课来了 认真的听 弟兄姊妹 三人行必有我事 每个童工都会成为你的帮助 他神人都有闪光点 是你可以学习的 Amen 哈利路亚 好我们的特会要结束了 今天的时间关于 可能见证也没有时间了 那我们唱一首诗歌 我们请经脉团也上来 就是诗歌 我是今天早上刚学的啊 大家一起起立也可以 来起立吧 我们放松一下 相约在主里 林河成 台湾的一位弟兄写的 林河成弟兄 我们俩是朋友 灵里的朋友 没有见过面 我们俩在脸书中 经常的会流话 留言 彼此的通话 你知道林河成弟兄 写过一首著名的诗歌叫 宣教的中国 听过啊 有一种爱 想拿下重用长命 他为什么写宣教的中国 他原来不信主 他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 他特别爱他的女朋友 结果女朋友 出了车祸 他就不想活了 他就从楼上跳下去 哇 这种男人 现在都找不到了 结果他没摔死 双条 两条腿 全部摔断 从此不能再站立了 就在那个时候 他信主了 信主他才知道 还有一种更高的爱 基督的爱 所以他是觉着要传福音 他就想到他的祖国 大陆 他是外省人 我有一天又回到我的 我的祖宗的家乡去传福音 走回去 传福音 可是我腿没有了 可是我们有一颗心 走在写下 宣教的中国 那最后他又写了一首诗歌 叫相约在主里 哎呀 每当我唱这首诗歌 我就想 这个盈辉要离开的时候 唱首歌特别适合 我明年还要见 Amen 明年我们上山 大雄湖 Maybe 我们也许下海 游轮 有可能也 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会 Amen 哈利路亚 我们相约在主里 共同生活 常相依 我们相约在主里 将来的一天 要再换去 在主里 祝福你 我在主里 思念你 愿主带领你 进入那家南地 在主里 在主里 祝福你 我在主里 思念你 愿主赐给你 丰富的乃书 你可不要忘记 我们相约在主里 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 我们再来一遍 从第一遍 我们相约在主里 第一段里 共同生活 我常相约在主里 我们相约在主里 拉几手 将来的一遍 在深圳 你对旁边的人说 在主里 祝福你 我在主里 思念你 愿主带领你 进入迦南地 在主里 祝福你 我在主里 思念你 愿主赐给你 丰富的乃书 你可不要忘记 我在相约在主里 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 第二段 回忆过去 日子里 总有欢笑 也有泪滴 舍不得要 我在主里 我在主里 祝福你 我在主里 思念你 愿主赐给你 丰富的乃书 你可不要忘记 我们相约在主里 我们相约在主里 祝福你 我们相约在主里 在主里 祝福你 在主里 祝福你 我在主里 祝福你 我在主里 我在主里 思念你 愿主赐给你 丰富的乃书 你可不要忘记 我们相约在主里 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 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 哈利路亚 赞美主 主我们谢谢你 拣选我们 主啊 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 你拣选我们 在创始之处 你拣选我们 你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进入到爱子的国度 进入你的教会 来学习成长 彼此相爱 建立一个有意向的教会 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 建立一个有横距 祷告 有能力捆绑释放的教会 也建立一个 人人都成长 侍奉你的教会 我们谢谢你 哈利路亚 主次来祝福我们 每位弟兄姊妹 主让我们事业 家庭儿女 都蒙你的祝福 让今天的祷告 相约在主里 到达你的宝座面前 主要我们每一天 享受你给我们的奶鱼蜜 你赐给我们的家的美丽 你赐个美丽的家园 你赐给我们的儿女 丈夫和妻子家庭 我们也谢谢给我们 丰柔华夏基督教会 让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掌权 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成长 让我们把福音 传给中国 传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壳目真理的人 使用我们 使用我们每一位 兴起来 复兴起来 为你所用 来传扬福音 来建造教会 哈利路亚们 谢谢你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和保守 伴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 从今时一直到 永永远远 阿们 哈利路亚 跟你排队的时候 我们相约明年 还要来特会 我们明年 哈利路亚 或者上山 或者下海 我们还是相约在主里 在主里 祝福你 我在主里 思念你 愿主赐给你 进入了迦南地 我在主里 祝福你 我在主里 思念你 愿主赐给你 丰富的奶与米 你可不要忘记 我们相约在主里 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 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 阿利路亚 好 弟兄姊妹 平安的 平安的回家 愿上帝圣灵引导 天日天军保守护卫 我们平安的回家 愿神祝福大家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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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